西瓜 西瓜竟然口吐白沫 這種狀況你遇過嗎 看到這種西瓜 小心它成了水果炸彈 隨時就爆炸 天氣太熱 許多民眾都會到水果店 買顆又大又甜的西瓜 準備好好消暑 但是網路上竟出現西瓜吐白沫的PO文 引起熱議 有網友還開玩笑說 是西瓜暈車了嗎 還是熱到中暑 甚至有人提醒這西瓜 炸彈爆炸了還會很臭 買到這顆怪西瓜的桃園 張小姐則說 她買回家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出現異狀 那究竟為什麼西瓜會出現不明液體 一種疾病啊 在它開花的時候 露水比較重 就是天快亮的時候 水氣比較重的時候 它含到水分進去 然後它在西瓜裡面會 一開始沒關係 但是它慢慢熟成 甜度出來之後 它就會爆掉 爆炸只有兩種原因 一種就是 我們說的 它剛開始的時候 是尾巴 尾巴那裡 會有一點黃色的 很小點 超小點的 大概 0.5公分而已 完全摸起來都沒有反應 都沒有怎麼樣 但是它在它熟的時候 就會莫名其妙的爆開 只要購買切開後的西瓜 就可以避免爆開的疑慮 但是在挑選上 也有小撇步要教你 你這邊不要挑到有筋的部分 然後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所以你看每個西瓜 這邊都會有一個筋 這個筋的地方 其實就稍微有點硬 所以我們通常 切的時候也會避開那個筋 西瓜買了還是趁新鮮趕快吃 才不枉費農夫辛苦的心血 在這裡 有一個 這個 老婆 是 有一個 的 就是 那